接下来介绍有性生殖 有一生殖当然就是指生殖过程 产生新个体就是生殖 生殖的过程中 有配殖的结合这个过程 就是受精 以前讲受精 现在叫配殖的结合会比较完美一点 我要完善一点 因为很多的生物不一定是精跟软 对不对 好 有性生殖就是有配殖结合的过程 而它会产生遗传病 虽然这个话是对的 但不代表无性繁殖就没有遗传变异 遗传变异通常是来自于几个可能方案 一个是受精 所以有性生殖是有受精 受精就会有遗传变异的 不同的精子跟不同的排列组合 另外一个是减速分裂 所以无性生殖是可以透过减速分裂 来增加遗传变异的 叫减速分裂 当然还有第三个模式 所以就算你都没有 你没有受精也没有减速分裂 也可以透过基因的突变 也会产生轻带跟子带出现不同 或是个体之间 子带个体之间发生不同 不同就是变异 变异就是变异 遗传变异 遗传变异就是遗传学上的出现差异 就叫遗传变异 如果我们针对配殖的结合 依据配殖的形式 我们可以把有应生殖再往下细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叫同配生殖 什么叫同配呢 就是配殖长得一样 像这边 这是配殖一号 这是配殖二号 你看这两个配殖 这是它的身体 就是它的细胞 这是它的边毛 所以它是个双边毛的单细胞生物 双边毛的 这是它的边毛 这双边毛的单细胞生物 它们见面的时候 就可能一个一跟二就结合了 这两个配殖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叫做配殖的外形完全一模一样 叫同配生殖 双方配殖没有形态上的差别 既然看不出差别 你就不能说谁是公的 谁是母的 谁是熊 谁是雌的 根本没差 第二类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图讲 叫逆配生殖 配子有一个比较大 有一个比较小 虽然一个配子是有边毛 另外配子是比较大 但一样有边毛 可是它已经出现形态上的差别了 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 叫大配子跟小配子 出现配子出现不同 所以叫做配子不同 叫逆配生殖 但如果今天其中有个配子没有边毛 它就叫做软 软就是没有边毛的配子 其中一个配子叫做软 另外一个配子可能是精子 但也有可能是没有边毛的 我们叫做精细胞 有边毛的叫精子 没有边毛的叫精细胞 不论是有边毛的精子 还是没有边毛的精细胞 你的对象都是软 软就是一定有一个没有边毛 它叫软 所以配子当中有一个配子至少是确定是软 另外一个配子有可能是精子 有可能是精细胞 不论是谁 但只有一个软 所以这样的方式叫做配子中含有软 而另外一个配子就看你叫精细胞还是精子 好有软的配子进行参与生殖的 就叫做软配生殖 好所以依据它配子的形态 有同配 有异配 有软配这三大类 好所以这是依照它的配子的状态 下面我要举些例子 像同配生殖是藻类中某些例子 异配生殖是石球藻 所以就多藻类 然后软配生殖也有很多的藻类也是用软配生殖 植物当然全部都是用软配生殖的 我们动物也是 植物跟动物都是这样的模式 其中如果这个熊配子它具有鞭毛的话 会游泳会运动 称之为精子 在植物界中就是某些藻类 还有显胎跟蕨类 我们就说这两个我们叫低等植物 我们植物有分为四个门 显胎植物 蕨类植物 螺子植物跟配子植物 这两个比较原始低等一些些 它的熊配子是有鞭毛会运动的 靠精子来游泳 好另外一群它是不具有鞭毛的 这时候它这个配子 熊配子叫做精细胞 例如螺子植物及被子植物 这两个我们称为高等植物 高等植物就可以不要靠精子 而是靠精细胞去找到软 好那我们为什么把高等植物 低等植物这样区分 这边很快来说一下 因为前面的精子还需要水作为媒介 精子有些是双边毛 有些是多边毛 要看你的植物种类 好那都需要靠水作为媒介 在水中游泳 可是高等植物它是靠精细胞 精细胞 它是透过花粉管 我们之后会讲什么是花粉管 它是由花粉管把精子送到软那边去的 我写花精是什么 花粉管 写错字 花粉管 所以它就不需要靠水作媒介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 它已经完全露生了 露生生物 它不需要水作媒介 不需要温暖潮湿的地方 所以它脱离了水 可以在干旱的环境 透过花粉管来将精细胞送给软 所以它脱离了水 就要完全露生 完全露生的植物就是先进比较高等的 绝类跟险胎 还需要生活在比较潮湿有水的环境 因为它们的精子还需要靠水作媒介 以上就是有性生子在藻类跟植物 分为几种不同的配子形式 分为几种类型 好那我们就把有性生子大概说到这里了 就是有性生子的定义是有配子结合的过程 对吧 对吧